好很多民众也把握时机在采买年货 那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过去大排长龙的屏东万篮猪脚街 现在冷冷清清 民众大多都改为选用外带 或者是订购的方式 避免群聚感染 只是东港的华侨市场 买鱼货的人潮不受影响 鲁城焦糖色的猪脚 外表经营透亮香味四溢 分切装带就成年节饭桌上的可口夹肴 那眼看年节将至 外团猪脚街上却不见往年排队盛况 过来以前这边封街 现在没有封 原来是受到疫情影响 民众担心出门有群聚风险 干测外带回家或直接订购 将餐厅美食搬回自家餐桌 说那个外带的话比较好一点 就是可能说疫情的关系 然后他们就是买一买就回家了 那外带大概多几成 大概有一成 一到两成吧 而民众除了强购猪脚 新鲜鱼货也是年节不可缺少的食材之一 但相对于猪脚街的冷清 屏东东港华侨鱼市场 则是热闹滚滚 当天些捞的鱼几乎卖光光 让业者冷和和 现在的人潮都是买回去的 像我们带族的话就还好 今年的宅配比较多了 喜迎新春 民众贸足全力 精心挑选 经典料理 上等食材 就是要和家人一起 过个好年 解苏世伟 屏东茶不倒 好 店